多吃一点 我们感谢萧主编好不好 谢谢萧主编 谢谢萧主编 萧主编 你放心 我们以后一定会 好好工作的 是不是啊 是 来 萧主编 介绍一下啊 通关部的邓总监 非常好 我们刚才已经见过了 见过了 新会啊 新会 酒量很好 真的吗 能不能说的 有用 对吧 见 老大 这是我不闷的 我不闷的 年轻运回 谢谢萧主编 不用客气 很年轻啊 谢谢 你们慢慢说 太医 同学 你快点来 我把最好吃 最漂亮的这个牛给 再红多再雷啊 我就不吃了 你照顾大家继续吃 毕竟现在是工作时间 那我是不是 打扰到大家工作 我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不打扰啦 小主编 你这个人就是太细心了 真的 想得太多了 卢总监说得对 一点儿都不打扰 还是我们平时管理太松散了 都是我的责任 让你见效了 大家别愣着了 继续吃吧 吃啊 吃 那那个专题组差不多了 你稿子都交了嘛 赶紧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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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不吃 不吃啊 你只想说是谢谢吧 太陪你了 老陆 我找你点事 没有 不方便吗 这边 那我可以吗 可以了 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 可以 马上回来 还以后去一下可以 这样这样 去我的办公室坐一下 不知道你今天到 你的办公室还没收拾好 要不去我们那儿吧 你好啊 我也想看看 时尚大魔头的办公室是怎么样 哪有 我那里很简陋的 什么都没有 跟你们香港 把那奢华没得比的 怎么可能 你看你这里 这样才叫奢华啊 香港的办公室呢 才一点点的大 你身材这么好 就是那个 一点点办公室练好 你才照好呢 你看 皮肤多好 怎么保养呢 说哪有保养 大概就是天生丽质的自弃吧 真的要学习 你心态真好 这一点我就不教你了啊 我现在就剩下心态好了 好好好 你这个裙子好美啊 颜色真好看 我是不是特别傻 是 我是不是特别蠢 是 那我是不是死定了 那倒不一定 傻子也有权利活下去 那你说我到底是自己辞职 还是等他们辞退我 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找 沈开仪道个歉 不行 不行 我现在脑子乱无不能去 你不就碰撒了杯咖啡吗 当然摩托肯定很生气 你让他在 萧生选面前那么难堪 可你现在道理 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你现在跟我说 那个弟到底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今天的事 跟弟也没有关系啊 那我是不是真的不配 待在盛桌 如果你现在放弃 那你肯定就是不配 你肯定是不配 你想清楚了 我现在就去找 陈开仪给他道歉 管他是打我还是骂我 只要能让我留下就行 嗯 就这么定了 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